中秋节快要到了 总统马英九今天中午也到台中成功领营区 提前和官兵共度佳节 由于对于募兵制 而总统对于募兵制则是充满了信心 表示训练不会因此松懈 仍然可以保家卫国 马英九总统此行 主要还是因为洪仲秋案之后 要为国军弟兄加油打气 而与中部官兵会餐 便当菜色也相对丰富 不锈钢餐盒 乘装了卤猪脚 清真水鱼等等 慰绕国军弟兄 还颁发加菜筋 让国军提前感受中秋气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